容祖賢這日到電台宣傳新碟 早前Joey成立的慈善基金發聲明 表示有不法分子在網上 慕名私信義工 及提供假戶口呼籲捐款 他亦再次提醒大家要小心受騙 現在網上的騙案手法 是出不窮得利又 其實很無稽、荒謬 你沒見過那個人 你可以跟那些人拍拖 更何況是你會覺得 跟你喜歡的歌手聊天 這件事可能會令人相信似乎層 但千萬要記住 例如我、任何歌手 他都有一些官方的帳戶 給他的慈善基金 或者是他個人本身 如果… 是由我自己的公司的帳戶 跟你們聊天 那個才是我 另外看到同門師弟妹 洪卓立湯怡日前宣布分手 Joey坦然有點可惜 我覺得少許可惜 但兩個人的感情事情 都是他們最清楚中間發生的事 但我覺得感情沒有… 走到最後 我覺得十一年的感情 應該都是一個很重的一件事 最重要是他們心裡 永遠都有著大家 記住這份感覺 這次的分手事件來得相當突然 就連大師姐容祖兒 都覺得很詫異和軟識 我覺得少許可惜 但兩個人的感情事情 都是他們最清楚中間發生的事 但我覺得感情沒有… 走到最後 我覺得十一年的感情 應該都是一個很重的一件事 最重要是他們心裡永遠都有著大家 好久不見